這裡面有很多共同的指標 但是只是在指標的背後 或者你怎麼樣來再去搜尋 它到底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譬如說在美國失業率很低 譬如現在美國失業率超5%左右 但是美國的聯準會主席 那他就認為說5% 幾乎是達到充分就業的水準 哇 你說充分就業 可是在台灣我們4點幾 我們就覺得失業率很高 好 那而且美國的5%是什麼呢? 我們說這裡面有非常多低薪的工作 低薪的工作 每個禮拜工作10個小時 不算失業 所以美國你看到他失業率的下降 譬如他當時從2008全球金融危機 從10%的失業率下降到現在超5%左右 你可以看到是什麼 非常多全時工作不見了 而且非常多非典型就業是被創造出來 而且這裡面很多低薪的非典型的 partime的工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每個月 美國的他的就業報告出來 多少新增多少非農的就業人口 但是你還要去看 這裡面是foretime的就業還是什麼? 非典型的就業 這個很重要 所以他們創造非常多的非典型的就業 而讓失業率下降 但是在失業率低失業率的背後 你還要再去求證 是 他們找到什麼工作 他們過著什麼樣子的生活 這是很重要的 好嗎? 自然而言 沒有錯